大理区瑞城里活动中心新建工程 因为原物料工资上涨 工程发飙流飙了9次 经费由2500多万元 追加至4200多万元 终于在第10次招飙时飙出 创下公所工程发包记录 明大要求检讨市府订定各项工程底价 避免偏离市场行情来影响建设的推动 大理区瑞城里 目前是借用瑞和工下方的空间作为活动中心 不过由于是危险建筑急需签建 经地方争取成功路的一处国有土地 为新活动中心所在地 工程经过多次招飙 终于在第10次顺利标出 近期那个营建物价还有缺工缺料的原因 那所以那个物价 营建物价飙涨很严重 那整个经费必须不足大概1700多万 那后来经过市政府市长这边 还有工所这边还有地方努力之下 那市政府在移住我们1700多万 那总预算增到4200多万 所以我们就顺利发包出去 工所表示因为去年原物料工资上涨 使得活动中心工程发包流标9次 经历设计更改 经费也由2500多万元追加到4200多万元 最后动用第二预备金一次补足差额 幸好终于发包成功 不过流标多次也让地方觉得有些无奈 有2500万一直到4200万 其中差了1700万的这个落差 这个实在是有点离谱 那么我们觉得说往后市政府在招标 这些所谓的公共工程的时候 应该何时来编列 不要编了一半 然后把这个编列的东西都把它剪下发包 那这样子一个好好的一个活动中心也好 建筑也好 怎么可以能够如期来完成呢 明大要求是否要检讨订定各项工程底价 避免偏离市场行情 影响建设推动 新活动中心最近就会动工 接下来秋风台中采访报道